这个贾建文为了打女儿无头妹的监护权官司 等了六个月的时间 终于是可以根据美国的法律 夫妻没有共同居住六个月以上肃请离婚 离婚成立之后呢 第二阶段就是女儿的监护权官司 跟夫妻财产的分配官司了 那么贾建文不愿意和孙志浩见面的主要原因 就是为了要等待六个月的分居时效 以便来肃请离婚 那么接着要争取无头妹的监护权 贾建文的干爹吴敦他是乐观的说 在美国打监护权的官司 多半是判给母亲居多的 不过孙家在美国的各种条件都优于贾建文 也让贾建文的女儿官司 这个监护权官司现在是陷入的苦战